我們到高中在今天早上去辦廳電禮 429位的廳星在辦桌的浩荒孫內以及起床後 將你廳電禮回床 觀眾可笑話也特別為廳星 來分享一個很好的壓評 期待大家都可以在未來有所行動 實現夢想 人家和同學作為欣賞 由浩荒所準備的廳電禮 但是高中一百十幾個的廳星 在今天進行完成高中三年後 並在文青的廳電禮當中 學生很賞美來 能夠調教自己的目標好好打拼 很開心在南投高中畢業了 謝謝老師跟很多老師的教導 還有同學的鼓勵 讓我從本來個性安靜到活潑 學習到了很多 在高中這三年 在南投高中學到很多 因為我是籃球校隊 所以這次得到體育基優的優良獎 我很開心 在南投高中這三年 就是受到很多老師的照顧 所以老師們在師資上 就是都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 然後也不只是課業上 就可能連就是我們 自己個人的一些生活 他們就是也都會很關心 觀眾可笑話為了來表達好 要特別錄壓平給總管的別人 雖然沒辦法意義搞定 但是就要壓平 一樣可以讓所有的學生勉勒 期待大家都要收到發展 我能復活成這輩子 再次恭喜十二年月生 也要祝福你們 勇敢足夠全臨一步 李現場特別在事先錄了一段影片 來祝賀全縣所有的學校的畢業典禮 那在全臨樂活這個部分 重視這個熱臨育成還有共好 我們給予比較好的學習環境 這個雜根籃頭 放眼世界也要擁抱在地 臨樂觀眾近年 不管是在普通口還是這口 都表現了相當的好 在台電顯出好方高的成功 有兩位學校也要讓學生 很大的發揮空間 讓大家能夠看到 留下苦心高中的實力和成長 從南投高中的表現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南投的子弟 留在在地來學習 那可以再檢除這個周初的勞頓 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更好的環境來學習 相信與我們南投縣的師資 都一樣可以考上很好的學校 所有的比亞生在全面感動 以及不感的心情下 到底來唱到比亞歌 我期待大家 都能夠待到高中三年 所有的會議 在未來繼續打拼 記者尼瑞町的報導